当时在幼儿园玩的时候呢 拿着笔奔跑 然后不慎摔伤以后呢 笔间吃入到眼球 从下眼瞼的位置 这个笔呢 然后通过的眼球 然后通过旁边的这个组织 到了上眼框这个位置去了 但我们可以看到 他很幸运的是 眼球还是圆的 眼球没有碰伤 但是他这个笔的话呢 跟眼球之间的距离 非常的近 如果再靠编一个毫米 那就眼球就刺破了 手术很顺利 把切笔取出来了 我进行了青窗 然后缝合 目前病的情况非常稳定